字幕提供 大概10點空間好像用盡了 讓我覺得有點擔心 我們有可能會遇到什麼狀況呢? 就是錄音錄到一半 然後就再錄下去了 有這個可能嗎? 我等一下 我刪掉一些東西 跟我一下怎麼樣? 好,那接下来呢,这一堂课呢,我剩下的时间,我们要讲怎么用Gap来improveSequence Generation。 那Sequence Generation就是让Machine产生一个Sequence,它有非常多的应用,尤其是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里面, 如果你要做的是,你要让机器产生一段文章,或者是今天在语音处理里面,你要让机器产生一段声音, 这个你都需要用到Sequence Generation的技术。 虽然Gap现在你在文献上看到最多的应用,是拿来产生图片,那图片不是一个Sequence, 它是拿来产生图片,那比较少看到Sequence Generation的应用, 但是我相信Sequence Generation在用Gap来做Sequence Generation,未来会有很多的发展, 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用Gap的技术,怎么用Gap的技术, 用在Sequence Generation上面。 那今天要讲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之前都已经知道, 学过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那我们都知道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就是Supervised Trend, 那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事情是,怎么improve这个Supervised Trend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用Gap的技术把它做得更好。 我们会先讲说,用RL怎么improve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 那接下来呢,再讲用Gap,怎么improve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之所以要先讲RL,是因为用RL的技术跟用Gap的技术其实是非常像的, 等一下会发现说它们的Formulation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只有,本来在RL里面,你是人去给feedback, 现在呢,在用Gap来improve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的时候, 你不是人去给feedback,而是用另外一个Model,用另外一个Machine, 也就是Discriminator,来给Generator feedback。 好,那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要讲Unsupervised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那我们讲说有了Gap的技术以后,我们如何可能做到Unsupervised Sequence to Sequence? 最后呢,会讲Text Style的Transfer。 那StyleTransfer你在影像上已经看到满颗满谷的应用, 就是你可以把一张图片转成范谷的画风,这个大家已经看得都不稀奇了。 那你比较少看到的是文字上的风格转换, 那等一下我们要讲文字上的风格转换。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复习一下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刚才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在这边再强调一下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的重要性。 在网络上看到一张图,它是教我们如何做NLP的研究。 怎么做NLP的研究呢? 先看看你的问题能不能够FORM的前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的发文。 如果不行,就放弃这样子。 好,接下来再看说你有没有Data。 如果没有的话也放弃。 如果有的话呢,那再问说你有没有GPU。 如果没有的话,就去买一些GPU。 如果有,有连GPU都有的话, 再来就是看看你Input的Sequence to大于10。 如果大于10的话,就加attention。 小于10就不用attention。 NLP的研究就是这么简单。 好,那等一下我们要举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chain bar来当作例子。 那现在假如你要训练一个chain bar的话, 常用的一个技术就是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那怎么训练一个chain bar呢? 你就去收集很多人类的对话。 从电影的台词,从电视剧的台词里面, 收集很多人类的对话。 那比如说A说圈圈圈,B就说XXX,然后A就说三角形。 那接下来就是训练你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有一个encoder, 有一个decoder,或者是有一个generator。 那你就告诉我们训练,根据training data, B说完XXX以后,A会说三角形。 所以现在假设我imput一个Sequence,是XXX。 人就对你说XXX。 那你要回应什么呢? generator的输出呢? 就必须要是三角形。 这个还是正确的答案。 你希望generator的输出跟三角形越近越好。 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如果只考虑一个句子, 只有考虑现在输入的句子,没有考虑过去的Hitry, 也许Machine看起来很笨。 当然可以把过去的Hitry也加进来, 让encoder除了考虑现在使用者的输入, 也可以考虑过去他说过的话。 比如在training data里面,我们知道说A说圈圈圈, B说XXX,A会回应三角形。 那你在训练encoder,decoder的时候, 你就教我们训练,现在encoder的输入是XXX跟圈圈圈。 那你的输出就要是三角形。 这个其实都是之前讲过的东西, 就是一个很快的复习。 那encoder长什么样子呢? 这边也是一个很快的复习。 input的句子假设我很好, 哪个人的RNN把我很好读过去, 然后呢,RNN会把我很好这个sequence, 用一个factor来描述它。 那假设你今天要考虑的不是一个input的句子, 而是还要考虑context的话, 还要考虑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过去说过的话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其实就是把额外的资讯也加进来, 也用encoder读过去。 那假设每一个句子, 包括现在使用者输入的句子, 还有现在你要缺乏考虑的context, 都已经被表示成一个vector, 那你可以用一个hierarchical的encoder, 那这个有阶层式的encoder呢, 它会把每一个小的encoder的输出, 都在用另外一个RNN把它逗下。 那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反正你就是把你的现在使用者输入的句子, 跟各种不同的context, 合起来, 变成一个vector, 然后把这个vector呢, 就丢给generator, 然后希望generator可以做decoding, 产生这个句子。 那generator怎么产生这个句子呢? 这个我们也已经讲过了, 你就把这个从encoder丢进来的这个information, 丢到这个generator里面, 然后generator就会产生一个worddistribution。 根据这个worddistribution去做一个sample, 举例来说, 现在sample出来是要产生b, 那machine产生的句子第一个, 词汇第一个word就是b。 那把b呢, 再加个单译再丢进来, 然后再产生另外一个distribution, 然后根据这个distribution再做sample, 这次machine sample到a, 然后再把a呢, 丢进来, 再产生新的distribution, 然后再做sample, 然后就可以产生一个句子。 当然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说, 现在input这个红色的vector, 在每个timestead都可以是不同的, 这个就是attention的机制。 那实际上怎么训练这个generator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现在你有正确答案, 告诉我们训续, 看到这个红色的input, 你的输出就要是ab, 所以在第一个timestead, 你的distribution会希望跟a的one-halfvector, 越近越好。 那在第二个timestead, 希望跟b的one-halfvector, 越近越好。 那你实际上在训练的时候, 你会minimize每一个timestead的cross entropy。 在每一个timestead, 你会计算这一个one-halfvector, 跟machine output这个distribution, 它们之间的cross entropy。 那你会把整个sequence, 这边有三个timestead, c1,c2,c3的cross entropy, 通通加起来, 那你要minimize cross entropy的总和。 那这个都是大家作业二已经做过的东西, 所以我想大家人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下一页推票跟大家讲的事情是说, 这个minimize cross entropy这件事啊, 其实就是在maximal likelihood。 所以在文件上常常有人会说, 看到有人写说, 我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训练的by period是什么? 它训练的by period是maximal likelihood。 那它讲这句话之后是什么意思? 当他说他在maximal likelihood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minimize cross entropy。 那如果我刚才讲的东西听不太懂的话, 你就记得说, 有一个人说他在maximal likelihood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minimize每一个timestead cross entropy的总和。 好,这边就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为什么maximal likelihood就等于minimize cross entropy。 假设现在我们的training data, 我们等一下就写说h跟xtap。 h代表说现在是chaba的input, 那它可能是使用的数字句子, 也可能加上其他各式各样context的information。 那xtap代表的是正确答案。 好,那等一下用x hat t来代表x hat这个sequence里面的第t个word。 x hat是一个sequence, 就是我们x这边是一个sequence, x下方t代表x这个sequence里面的第t个word。 那x1冒号t代表x这个sequence里面的第一到第一个word。 那这个都很直觉, 应该大家一看就可以做的。 好的, 我们现在要选nerator做的事情, 是要去minimize cross entropy的总和。 至于来说在第t的timestate, 我们知道第t的timestate它的word是xtap。 那我们就希望这个distribution跟xtap, 它的one heart的encoding, 这个one heart的encoding也可以想成是一个distribution。 只是在某一维的几率是1, 其他维的几率是0。 然后generator output是一个distribution。 那你会希望这两个distribution, 它们的cost entropy越精越好。 那cost entropy长什么样子呢? 你可以回去自己查一下cost entropy的定义。 那假设你忘记的话, 那反正就是把式子写出来给你看。 好, 那如果你今天实际上算一下, 这一个ventum, 跟这一个distribution, 跟这个distribution的cost entropy, 它们实际上的长相呢, 就是负的log, p的xtap。 所以看你的正确答案, xtap是哪一个word? 其实你的cross entropy, 就是负log的pz, 现在第七个正确的word的几率。 当然,这个第七个word的正确, 这个第七个word的几率, 它是dependent, 现在through the context h, through the context h, 还有前面已经产生的t个word, se, 到t-1。 我们知道在训练那个generator的时候, 你每次都会把你offer的word 在下一个time set再做输入嘛。 所以现在你的输出, 第一个时间点的输出, 其实是dependent之前的输入。 因为你在训练的时候, 你其实会做teacher falsit, 对不对?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会把正确的答案丢给generator, 现在大家都做作业了, 应该非常熟悉。 现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把正确的答案丢给generator。 所以其实generator是根据h, 跟前t-1个正确的word, 去决定第七个word的几率。 这个东西就是cross entropy, 那我们要submission over每一个time set的cross entropy, 然后去minimize它。 submission over每一个time set的cross entropy,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前面这边, 加上一个submission over sort的time step t, 然后再把每一个time set的log的probability, 把它展开。 那本来呢,是相加,log的相加。 log的相加,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相乘, 然后再去log的。 这个国中数学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就对每一个time set的几率, 通通把它乘起来。 你把p of x1 hat given h 的几率, 乘上p of x2 hat given x1 hat h 的几率, 一直乘到p of x大 t hat的句子, 而末尾的最后一个word, given x1到大 t间 h 的几率。 然后你把这些几率通通乘起来, 你得到什么? 其实把这些几率通通乘起来, 你得到的东西就是p of x hat given h 。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吧, 对不对? 你把这一下x1 given h乘上x2 given x1 h, 其实就等于是given h x1跟 x2出现的几率。 所以你把这些项通通都乘起来, 你得到的其实就是given h 产生x hat的几率。 而这一下就是given h x hat出现的low的likeliquid。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minimize每一个tineset cross entropy的总和, 其实我们等于就是在maximize正确的sequence x hat, 我们就是在maximize given context h 的时候, 正确的sequence x hat它出现的likeliquid。 假设这边你没有听得很懂的话就算了, 你只要是让你知道maximize likelihood跟minimize cross entropy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那之前有一个同学啊,他去面是一个大公司, 那这个公司什么我们就不要讲, 但是跨国的大家都知道的那种公司。 那人家问他什么问题? 人家问他说maximize likelihood跟minimize cross entropy有什么不同? 然后如果你今天就吱吱呜呜讲一些说他们其实很像, 但是又有微妙的差异,那整个就很low那样子。 你就要站定接铁说他们就是一样的东西。 这样人家就知道说你是真的懂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实在是特点提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现在讲说, 假设大家都会tran sequence to sequence 发动, 现在大家都会趁着我们作业而做的事情嘛。 好,那接下来怎么用rl的技术来improve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的training。 那我们知道说在rl的技术里面, 在rl的scenario里面,machine呢会得到reward。 那今天如果是一个chambar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reward的rl的scenario的情境大概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人呢对机器说好啊,you。 然后机器就说拜拜, 然后人就生气了给他负十分。 然后现在另外一个情境呢, 人说hello,然后机器说hi, 然后人觉得不错就给他三分。 好,那就假设今天机器呢, 可以得到一大堆的feedback。 可以得到一大堆的feedback。 那这些feedback都是数值化的, 就告诉他说你在这个情况得到负十分, 你这个回答得到负十分, 你这个回答得到三分。 那接下来机器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maximize他的expected reward。 就是maximize他的expected reward。 好,那这个我们用图示的方法来说明一下现在的状况。 就我们有一个encoder,一个generator, input h最终的offer是x。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他看这一个chapbox, 他的输入和输出。 他看这个h跟x, 然后给一个分数, 然后这个分数是r的hx。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 人看的不是只有chapbox的输出, 他不是只有看x。 因为今天机器说bye bye, 那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 你看看,人输入的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今天人在evaluate一个dialog的好坏, 一个这个输入输出, 一个这个dialog, 一个这个句子的pair的好坏的时候, 他是同时看这个h跟x, 然后呢,给一个分数。 那这个是不是就很像我们之前讲的, 在讲conditional gain的时候, discriminator不是只有看generator的输出, 他要同时看generator的输入和输出。 那这边原理也是一样的, 人不是只看你的chapbox的输出, 而是同时看你的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的输入和输出, 来决定一个分数。 那我们等一下用θ呢, 来表示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里面的参数, 当然它同时包含了encoder和generator。 我们把encoder和generator的参数合在一起, 用θ来表示它。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调整这个θ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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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最终, 从人这边可以得到outputs, 被最大化。 而调整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的参数, 使得最后, 根据人的这个evaluation, 输出来的这个outputs, 这个value, 可以被最大化。 好,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现在要maximize的是reward的期望值。 那所以我们先把reward的期望值呢, 把它写出来。 我们先把reward的期望值把它写出来。 好,那given一个θ, reward的期望值长什么样子呢? 假设我们可以写出reward的期望值的式子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reward的期望值 对set做规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gradient, design, 或规矩。 因为我们现在要maximize的东西是规点的set, 我们就用规点的set的方法, 去调set, 去maximize reward的期望值。 所以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把reward的期望值写出来。 好,那reward的期望值长什么样子呢? 首先它是summation over各种不同的h。 因为有些h就是那个chabar的输入嘛, 那这个输入呢, 我们等一下虽然举例都送chabar, 但是你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在学的时候, 你不要想说它只能够用在chabar上面。 其实所有的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 都可以套用我等一下讲的技术。 那其实在文献上已经有人做了translation, translation可以用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解嘛, 所以等下刚才讲的技术已经有被用在translation上, 不管是rl还是get都有人用过了。 那也有人用在summization上, summization也是sequence to sequence嘛, 你也可以用这套rl, 我等下还有等一下讲的get的技术。 那还有capture generation, 大家不是都做恶毒说capture generation, 也是sequence to sequence, 那也有人用rl的技术来improve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generation。 所以虽然等一下我讲的时候, 我都用chabar做例子, 但它不是只能够用在chabar上面, 只要是你想得到的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 都可以直接套用我等一下讲的这个技术。 举例来说,比如说你在做作业二的时候, 大家都抱怨说blue scope不是一个好的evaluation的方式, 它确实不是一个好的evaluation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作业评比的时候是human的evaluation是比较重要的。 那blue scope反正就过那个baseline就好了, 也不要求你做的比较高, 你做的比较高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好。 你知道输出mane意思, 你就很接近那个baseline了。 但是今天假设你要让人真的觉得你的作业二的 那个video capture generation的结果很好, 怎么办? 你就可以用这种技术, 就是让人来给你的capture generation的系统输出评价, 然后就可以用等一下的方法来improve你的系统。 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讲说首先h是输入, 然后我们要submission over所有的输入, 每个输入出现的几率是不一样的, 是要乘上p of h, 代表h这个输入出现的几率。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h以后, 把h丢到generator里面, 丢到sequent to sequent model里面, 根据sequent to sequent model参数ceta, 它会output一个输出x。 好,那这边呢, 我们把given一个h, 输出x这件事情用个几率来表示它, 我们写作pceta中, xgivenh。 为什么用个几率来表示它呢? 你想想看在generation的时候, 在做sequent to sequent model的时候, generate的那个process是要做sample的。 所以实际上你given同样的h, 每次的输出通通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有个sampling的process, 所以每次的输出其实都是不一样。 所以今天给一个h, 会产生什么x? 其实是一个几率。 那假设你说我在implement的时候, 其实不是sampling, 我是取argmax, 那也行, 我们就说argmax出来的结果几率是1, 比其他的x, 它的几率是0, 也可以。 那今天givenh以后, 我们会产生一个x, 那每个x的几率是不一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计算说, 有这个h跟这个x会得到多少reward, 这边写成r到hx。 那sumvention over所有可能的x, 就是expected reward。 这件事情呢, 非常的直觉。 好, 那算出了这个expected reward市值以后, 你就可以用规定asset, 去调你的seda, 去找一个最好的seda, 去maximize这个expected reward。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实际上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这个sumvention over h, 换成一个expectation。 好, 这个expectation呢, 它是从p of h这个distribution里面, 去sample input h。 那你可以把这个sumvention over x, 换成一个expectation。 那这个expectation它的几率是什么呢? 它是从p of h里面, 去sample一个x出来。 那这个expectation是对r总hs去取expectation。 或者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expectation, expectation合起来, 那整个市值呢, 看起来就是这个样, 看起来就是这个样。 那这个市值其实非常的直觉。 reward的期望值是什么? 我们知道reward就是r总hs。 那reward的期望值是什么? 你就算h跟x它们出现的几率。 你从p of h里面去sample h。 你sample到h以后, 再丢到pz of x given h这个function, 去sample出x。 然后你再把h跟x丢到modelhs这个function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计算出呢, 这个,呃, 现在呢,given一个参数set, given你的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参数set, 你会得到的reward的期望值。 好,讲证, 大家有问题要问吗? 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吧。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期望值啊, 实际上在实陆上你没办法算。 因为h跟x都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实际上实作的方法, 你要在实作上怎么估出这个reward期望值呢? 那你就是真的去做sample, 你就samplen次, 你就输入h1到h大N, 然后看machine output的x1到x大N是什么, 你就得到大N的h跟x的pair, 然后你再把大N的h跟x的pair都丢到r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function里面叫人均帮你evaluate, 把evaluate的分数再做平均, 就结束了。 你就得到这个期望值的这个estimation。 好,那看到这边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要maximize这个r bar, 我们要maximize这个reward expectation, 我们就是要算规点。 那我们要对sata做规点, 但是这一个reward expectation的词子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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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ta就不见了, 是不是? 我们要对sata做规点, 但是sata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不见了,就不见了。 这个sata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sata到哪里去了呢? 写着写着写着, 其实sata藏在这个sampling的process里面。 这个sampling的process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没有sata, 但其实它背后是受到sata操控的, 对不对? 当你的model不同, 给它同样的h, 它输出的x就会不同。 你改变你的modelsata, 你输出的x就会变了。 所以今天改变你的sata, 你sample到的东西就会变, 你sample到的东西就会变, 你算出来的这个expected reward就会变, 所以sata还是在, 它只是被偿到了这个sampling的process里面去, 所以没有被explicitly, 没有直接的被写出来。 好,那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R的期望值, reward的期望值怎么写了。 那接下来下一步, 我们不是要写reward的期望值, 我们还要对它做规点。 好,那怎么对sata做规点呢? 因为你看reward的这个式子, 只有pcata是跟sata有关的, 只有pcata是跟sata有关的。 所以我们就是只需要把这个规点的三角形加到pcata前面, 其他都不用动, 就结束了。 结束了,这个大英尾积分都有交过, 所以我想对大家来说, 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做一件什么都没有做, 做一件事情等于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把这个次子呢, 上下都同除pcataxgmh, 那不会改变它的值。 那除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除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项转成这一项。 因为我们知道说, dx分之dlog f of x, 等于1除以f of x, dx分之df of x。 这一项呢,就是pcata分之gradient pcata, 根据右边这个式子, 右上角这个式子, 它就是gradient load pcata, 结束。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exploitation的gradient写成下面这个式子。 那我们就可以写说, 上面这个exploitation的gradient, 其实就是从pcata里面sample一个h, 你sample到h以后, 再根据pcata of x given h sample出一个x。 你有了h跟x以后, 你去计算r of hx, 乘上load pcata x given h 的gradient。 你取它们的exploitation, 你就得到了这个gradient的值。 所以你要算gradient的时候怎么做呢? 实过上的做法就是, 我们刚才说, 如果你要估这个exploitation的proximation, 就是sample n 比 data, 然后把他们的reward平均下来。 如果你要估测这个gradient的exploitation, 怎么做? 你一样去sample n 比 data, 对那n 比 data, 你都去算它的reward。 但这个reward会waited by, 我这边其实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写得不太精确。 你有找到是哪里吗? 你有找到的话, 我把你的名字写上去。 大家有发现吗? 我仔细想想, 有人有发现吗? 我仔细想想, 我觉得这个x跟h, 他应该有上标i, 你不觉得吗? 你觉得他应该有上标i的同学举手一下? 没有,他不觉得应该有上标i。 哦,有一些人举手。 这个是h i x i, 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有上标i一头对。 我应该把上标i加上去。 好,没关系,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好。 我应该把hq, 我们就sample到n 比 data, h1,x1, 到x'n,x'n, 那我们把n 比 data的reward都算出来, 然后每一笔reward都awaited by gradient log,dc'x,h,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gradient的, 这个expected reward的gradient的assimation, 那有了这个estimation以后, 其实就结束了啦。 你会算r bar的规点, 你会算expected reward的规点, 你就可以拿这个东西去更新你的参数set, 就把c'o, 用gradient ascend的方法加上这个gradient, 然后呢, 你就得到新的参数。 好, 假设刚才讲的东西你其实听不太懂的话, 那我告诉大家, 直觉上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直觉上我们做的事情是, 就是假设r总hx是正的, 那我们就会希望呢, 我们调整参数的方向是让pc'o, x given h的值越大越好。 如果今天某一个hx的pair是负的, 那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参数, 使得given这个h产生, 会让我们得到negative reward的x, 它的这个几率越小越好。 你自己回去仔细check一下这个update的方向, 其实就是要完成下, 其实就是要做下面这件事。 那其实是非常的直观的。 如果我刚才讲的东西你也没有听得很懂的话, 我们来比较一下maximum likelihood 跟reinforcement learning之间的差别。 这样你就可以让你更清楚说, reinforcement learning实际上在做的事情, 到底是怎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maximum likelihood, 如果你用maximum likelihood 来训练你的chefar, 来训练你的secret, 不一定是chefar, 它可以任何sequent to sequent 这个model。 假设你用maximum likelihood 来训练你的sequent to sequent model的话, 那你的training data长什么样? 你就收集大N笔training data, 有h1,x1 hat到hn,xn hat。 那这些x hat都是正确答案。 都是正确答案。 好,那在算这个maximum likelihood的时候, 你的这个formulation,你的objective function 长什么样子呢? 也就是submission over所有的training data, 1到n, 然后对每一笔training data, 你都去计算它的log like input, t log x i hat given h i, 对每一笔training data都算它的log like input, 把它们统统都加起来, 这就是你打jp function, 这是要去maximize, 你要maximize你的like input。 好,那怎么maximize like input呢? 你会做gradient ascent, 要计算一下gradient。 计算gradient很简单, 就把log p set在前面, 加上一个三角形, 你得到的就是你的gradient了。 好,那这个是maximize like input。 那接下来, 我把maximize like input 跟reinforcement learning做一下比较。 好,看看一下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部分呢, 就刚才reinforcement learning有告诉你说, 要估测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gradient。 在刚才那个case我们要估测gradient,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计算出这个式子。 计算出这个式子。 只是我们现在的nbitraining data, 并不是正确的nbitraining data, 它是透过sample得到。 就我们去做sample, 我们让机器跟人互动大n次, 得到大n比h1x1, 到h大nx大n。 这大n比data, 就是大n比sample data。 那我们把这大n比sample data, 拿去计算gradient。 那这gradient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呢? 我们说大n比data, 每笔我们都计算出它的reward, 然后乘上gradient, long,p,s,i,t,分,hi, 那这边就把xi,hi,写上去。 那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比到这两个式子的差别的话, 我一个差别就在前面多了, r等hi,xi。 那如果我们要从这个规点去反推objective function长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objective function会得到这个规点呢? 这个objective function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实际上如果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来optimize你的sequence-to-sequence model, 实际上你的objective function, 就是submission over r等hx, 乘上logpdata, x givenhi。 那这两个式子有什么不同呢? 你会发现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在左边所有的xi跟hi都是一样的, 它们就是直接加起来。 那在右边所有的xi跟hi, 它们前面都会乘上一个weight r等hi,xi。 所以呢, 我们今天如果要比较这个rl跟maximal likelihood的差别的话, 它唯一的差别就是, 今天在maximal likelihood里面, 你有n比data, 这n比data因为都是人给的, 所以你相信每一笔都是正确的, 你可以想象说每一笔trainingdata, 它的分数都是一样的, 所以前面就不需要乘rl 就不需要乘rl 但是在reinflation learning里面, 你sample到n比data, 有些h跟x的pair, 你会得到positive的reward, 有些h跟x的pair, 你会得到nextive的reward, 每个h跟x的pair, 你会得到的reward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h跟x的pair都有一个自己的rlhx, 那在算gradient跟算objective function的时候, 你就会在你的gradient跟objective function前面, 乘上rlhx, 如果从这个objective function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在maximal likelihood里面, 因为你要maximize这个式子, 你就会希望所有x跟h的likepair都越大越好, 但是如果我们看右边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objective function, 你就会发现说, 实际上当你在apply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假如有一个h跟x的pair, 它们的reward是正的, 代表这个h跟x的pair是好的, 那我们就要maximize它的likepair, 但假设反过来说, 有一个h跟x的pair, 它们的reward是负的,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minimize这个likepair, 那今天假设有一个pair, 因为它的reward比较大, 比较正, 那增加它的likepair, 就会对整个objective function的影响最大, 所以假设一个x跟x的pair, 它们的reward越positive, 那我们就会希望它的likepair增加的越大, 这样才能够让最终的objective function的值呢, maximize的最多,这样。 好,那这个是比较maximalikepairbook 跟rewardessant learning的做法, 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你可以了解这个比较吗? 好,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在这边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后再回来。 好,那接下来假设刚才讲的东西, 你没有听得很懂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来讲说, 在实作上, 假如你要把RL引入去improve你的sequence-to-sequence的model, 那会是什么样子? 那整个流程是这样, 假设你有一个sequence-to-sequence的model, 这个model我们现在写作crt, 你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sharebar, 那不一定要是一个sharebar, 它也可以是任何其他的sequence-to-sequence model, 只能举例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一个sharebar。 好,那取这个sharebar呢, 就去跟人互动。 那在跟人互动的过程中, 他就会收集很多输入跟输出的pair, 那每一个输入跟输出的pair, 人都会去给他一个分数, 告诉他说, 现在我输入h1, 那你的回答是x1, 那我给你r.h1x2分, h1分, 我现在输入h2, 然后你的回答是x2, 那我给你r的h2, x2的分数。 好的, 有了这些分数以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就去计算说, rbar的gradient, 那我们刚才告诉你说, rbar的gradient就是照这个样子。 那有了这个rbar的gradient以后, 你就可以去update你的参数, 就可以得到新的secret to secret model的参数。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呃, 改r吧, 就是自己算规点好像有点麻烦, 因为我们一般, 比如说在tensorFlow里面, 或者是其他的deep-land framework里面, 你通常是定义出你的objective function, 然后直接apply一个函式, 就可以帮你把规点算出来。 那你自己算规点对你来说, 可能是有点痛苦的, 不太适合用framework来进。 那如果你今天用的是framework, 你要怎么define你的objective function呢? 其实, 要计算出这一个gradient, 你就是定义出这个objective function, 然后你就可以计算出你的gradient。 那这个objective function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objective function是对你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过程中, 在跟人互动的过程中, 收集得到的这nbdata的log like paper, 你先计算这nbdata的log like paper, 再把这nbdata log like paper, sample到nbdata log like paper, weighted by它们的reward, 然后就写出这个objective function, 那去做微分, 你就得到下面这个词字, 那你就可以去update你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好,那你update完你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以后呢, 那你接下来要回头过去, 再重新讨计这个sampling的发生。 为什么? 这个跟做一般的supervised learning不一样, 在一般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 你collect到nbdata以后, 你就可以一直去算规定, 一直去update你的参数嘛, 对不对? 你不会需要你收集到nbdata, update参数以后, 需要另外收集nbdata再update参数。 你不是这么做的, 同样的nbdata就反复的使用。 但是在reforced learning里面, 你需要每一次update参数完, 就再重新去samplenbdata。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这个sampling的process, 其实是dependent on你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的参数的, 对不对? 当你的参数变的时候, 你sample到的东西就变了。 所以今天当你用这边右边这个式子update你的参数以后, 你的参数变了。 所以你之前sample到的东西就不适用了。 你的参数变了, 所以sample到的东西就不适用了。 那你的参数变了, 你应该要得到新的sample。 所以你今天有了新的参数, 你会再重新去做sample, 得到新的training data, 然后再去调你的objective function。 所以这个process呢, 就会反复的不断循环。 你每次update完参数以后, 你到重新去收集data, 用interaction的方法收集data, 然后再去调参数, 然后再收集data。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每一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到先收集data, 所以每次update参数都非常的珍贵。 不像在一般的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 你可能learning rate都随便设一个, 反正learning rate如果设的太大, 走太远, 之后再走回来就好了。 那在rl里面, 你就会发现说, 有很多的技术, 比如说trust region的技术, 比如说PPO的技术, 他们本质上想要解的问题就是, 希望在这个update参数的state, 给他一个比较好的learning rate。 因为每一次update参数的时候都非常的珍贵, 所以有点难接受说, 我好不容易透过了n次interaction, 收到了n比dataupdate一次参数, 结果update一次的参数, 结果比如说learning rate设太大, 一走下去是坏掉的。 所以trust region这种做法, 虽然它在算learning rate的时候, 你会有很大的f, 要花很大的力量, 才能够把今天参数update的方向计算出来。 但是在rl里面, 花很多力气去找一个比较好的learning rate, 其实是比重新去收集n比data要更加划算。 所以在rl里面就会发现说有一大堆的方法, 是试着在右边update参数的时候, 试图让参数update的process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rl其实非常的难trend, 所以今天你这个seta, 这个secret to secret model, 你不会从random开始学, 通常从random开始学, 应该是学不起来的。 所以比较常见的做法是, 你先用maximum likelihood的方法, 先trade一个比较好的model theta0。 你用一个比较好的model theta0以后, 再开始去跟人去做interaction, 去收集data。 这样rl的方法来微调你的model就好了。 rl的方法有点难, learning from scratch, 通常是拿来微调maximum likelihood的model。 好,那在rl的文献上, and base sign大家知道吗? 这个不知道什么是and base sign的东西去收架。 好,那我们就讲一下, 我以为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不知道我们就讲一下。 好,那这个and base sign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这样。 我们在做rl的时候, 我们刚才一告诉你说objective function就长这个样子, 那gradient的式子就长这个样子。 那objective function就只是把这个三角形把它拿掉而已。 我这三角形的位置是不是放错了? 诶,放错了诶。 大家有发现吗? 你不觉得这个是? 你又发现,好,那我先发现了。 所以,这三角形的位置应该放在log的左边。 好,那假设今天r都是正的。 假设r都是正的。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说,如果今天r是正的。 那machine要做的事情就会希望这比h跟x的配合, 它们的分数越大越好。 只要是正的,它都会希望它的分数增加。 所以,今天假设本质上你的r都是正的。 最低分是零分,你的r都是正的。 那这样会造成问题吗? 其实不太会造成问题。 因为你现在要做理论上, 在理想上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想要做的事情是让每一个不同的h跟x的配合,它们的分数都会增加。 那它们的增加有多有少。 那如果增加多的,因为你最后会做normalize。 所以如果增加多的,它就会实际上有增加。 那如果增加少的,它其实就是下降。 就好像说,我们说成绩是相对的。 如果给全班同学都加分,那加分少的人其实就是被扣分了。 这样子。 所以,今天虽然说r是正的, 会让machine在learning的时候, 会让所有h跟x的配合, 它的long probability都上升。 但是今天如果有人的reward是比较大的, 那machine就会倾向于先让reward大的那些人上升。 而那些reward小的,其实就是分数就会下降。 但是在实际上呢,实际上如果你的reward都是正的, 这样子在training的时候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假设你在training的时候, 你是sample,你是sample一些data, 再来做training。 你是sample一些data,再来做training。 那假设你现在只sample到x2,x3, 他们的reward都是正的, 所以在training的时候, 你会希望他们的reward是上升的。 但是现在x1没有被sample到, 所以他没有被sample到。 那没有被sample到, 其他人的分数都是上升的。 那没有被sample到的人, 他的分数就会下降。 那这样子就会感觉有问题, 因为其实x1这一项, 它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那但是只是因为没有被sample到, 他的分数就下降。 显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怎么办? 在实作上, 假设你的reward总是正的, 那你会把你的reward减掉一个baseline。 这个baseline叫做b, 你会把你的reward减掉b。 那减掉b的目的, 会导致说, 你现在得到一个新的reward, 这个新的reward叫做r-b。 他有时候是正的, 有时候是负的。 那如果你的reward有时候是正的, 有时候是负的, 就不会有左边这个图手造成的问题。 那被sample到的人, 如果他本来的reward呢, 是小的, 本来他的r是小的, 减掉这个b以后, 他就变成负的, 所以他的几率就要下降。 那假设另外一个case, 他的reward是大的, 减掉b以后呢, 他仍然是正的, 那他的reward呢, 就要上升。 那没有space sample到的人, 他的reward呢, 他的几率呢, 就是不升不降。 那可能会不会说, 实作上, 我们要怎么得到这个baselineb呢? 那在实作上,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这个baselineb。 那通常就是用一个比较heuristic的方法, 去想办法知道说, 你要设什么样的b, 会让你的reward有正有数。 那但是, 哪一个方法是一定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方法就是了。 好, 这样讲, 大家有问题吗? 好, 那刚才讲用rl的方法, 来train一个sequent to sequent model, 来train一个chap. 但是在实作上, 你会发现说, 光是这样做, 是有问题的。 你想想看, 你每一次update参数, 就要让你的model去跟使用者互动恩赐, 然后才能再update参数。 要再互动恩赐, 才能再update参数。 那根本不会有使用者有那个耐性, 你根本找到人有这个耐性, 跟机器去做那么多次的互动。 所以怎么办呢? 在文献上有一个方法, 是alphaball style的training。 怎么用alphaball的方法, 来train两个agent呢? 来train这个chapar呢? 就是train两个chapar, 让他们互聊。 然后一个chapar说, how old are you? 然后另外一个bar就说see you, 然后再一个bump, 那原来的bar就再说see you, 然后另外的bar说see you, 就陷入无求回圈这样子。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sequent to sequence 的model, 它的output是随即的。 所以你让两个bar去互聊, 他们每次讲出来的话, 都会不一样。 举例来说, 蓝色的bar还是说how old are you? 但是红色bar就说, I'm 16. 然后蓝色的bar就回答说, I saw you were 12, 红色的bar就说one and two dreams of. 但是光只让两个bar去互聊, 你确实可以收集到很多h跟x的pair。 但是我们说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我们不只要收集到h跟x的pair, 我们还要去evaluate说, 这个h跟x的pair, 它们有多好, 这个rofhs有多好。 那在文件上一个实作上可以用的方法是, 你去define一些raw, 用这些raw去设计出一个rl, rofhs的function, 然后用这个rofhs的function, 去evaluate说, 现在看到一段对话, 看到一个h看到一个x, 这样的对话到底有多好。 看到一个how are you, 如果回答c的话有多好。 看到how are you, 如果回答insisting的话有多好。 那实作上这样仍然是有问题的, 因为可以想象说, 人的对话是非常的复杂的。 人自己很难去定出一个很好的evaluation function, 去衡量说什么样的对话是好的, 什么样的对话是不好的。 通常你能够定出来的只有非常简单的规则。 举例来说, 这个是文献上的例子。 第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里面有三个component, r1r2到r3。 那这三个component分别要evaluate 现在的x是不是容易回答的。 现在的x, 它的information flow, 现在的x, 它的semantic coherence, 对不对。 而如果翻译成白话文的话呢, 这个第一个reward, 就是要衡量说你现在的回答呢, 必须要是下一个人容易接的, 就不要成为巨点王这样。 人家如果说什么, 就说哦, 我知道了。 嗯嗯嗯。 别人就接不下去, 话就接不下去了。 所以不希望chabar这样回答。 那今天information flow是希望chabar每一次在回应 这个x的时候, 它会提供一些新的information。 实际上就有人说今天天气很好, 然后chabar就回答说哦, 今天天气很好啊。 这样不是你要的, 需要chabar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第三个是, 希望chabar不要前言不对后语感。 那这些其实都是, 呃, 都是蛮重要的啦。 就人与人对话间呢, 都是需要这些, 都是需要这些reward的。 这让我想到说呢, 我上周去ESRU她听了一个Keynote speech, 然后在那Keynote speech里面呢, 那Keynote speaker就要跟我们说, 展现了一个demo。 那那个demo是, 如何让机器人在完全听不懂人说话的情况下, 让人觉得说, 机器人仍然又在跟人对话。 所以看那个demo里面, 它就有两个机器人。 那两个机器人呢, 会互聊。 但担心那两个机器人都没有语音电视的功能, 所以他们就是按照设定好的句话呢, 在互聊。 所以, 机器人A就跟机器人B说, 你喜欢吃什么。 机器人B就说, 我喜欢吃西瓜, 然后就讲了一下。 接下来, 机器人A就回过头来, 对旁边的另外一个人说, 那你喜欢吃什么呢? 他还没有说, 我喜欢吃天妇罗。 然后话题就结束了。 然后, 机器人A就换过机器人B说, 你是什么星座啊? 这话题就结束了, 就不断的转换话题。 然后人们会以为说, 那我再跟机器人聊天。 机器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听着在说什么。 好, 这让我想到说, 比如说, 假设你今天跟一个外国人聊天, 假设他的口音你听不懂的话, 怎么办呢? 你就不断的问他问题。 你问他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讲一大串, 嗯, I see, 更更更更更。 然后再问哪一个星座的问题。 然后他就以为说, 你们自己没有在对话, 那你其实一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好, 那有了这些以后呢, 机器的对话就可以让他更加的自然。 实际上说, 在没有用刚才的reversion late技术的时候, 你圈了两个圈吧, 让他们互讲。 那, 爸的A说, Where are you going? 爸B就说, I'm going to the restaurant, 那爸的A就说, See you later, B就说See you later, A再说See you later, B再说See you later, 这些都无穷回圈。 但如果你有加刚才的reward, 在刚才的reward里面, 在不要存回句点王那一项, 我记得有说, 好像说不可以说See you later, 因为说See you later, 就是对话就结束了, 不可以回答See you later, We are see you later, 就得到nective reward。 那你加上这一项的话呢, 你就可以让爸说讲得更好。 比如说, 爸A说, Where are you going? B就说, I'm going to the police station. A说, I've come with you. B就说, No no no, You are not going to anywhere. 所以还是坏掉了, 但是至少讲了比较多句话, 才坏掉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get的部分了。 怎么用get来improve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呢? 那一样用chapbar来做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chapbar,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conditional generator, 它input这个history, 或者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者现在出的sentence, 当作condition。 那它的输出呢? 它的输出就是这个sentence的, 它的输出就是这个chapbar的response。 好,那我们有一个discriminator, 这个discriminator, 因为现在这是一个conditional generation的pair, 所以这个discriminator, 它的工作是什么呢? 它的工作就是要看这个bud的imput和output, 如果把它看作一个pair, 它有多像是真人说的话。 好,所以你要收集一大堆human的dialog, 收集一大堆human的dialog。 那这个discriminator要学的事情就是, 它要学去分辨说, 这一段对话到底是chapbar所生成的, 还是真人所生成的。 那chapbar的工作就是, 它希望它产生response, 跟input的history一起丢进discriminator, 所以discriminator要觉得说, 他们讲的是好的, 讲的是realistic。 好,那这个实作上要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就把一些算法简单的列一下, 假设你现在有一些training data, 在training data里面正确的history, 我们写作x, 那正确的response, 我们写作x。 好,那在每一个iteration里面, 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你有一个generator, 你有一个discriminator, 你要从你的training data里面, 去sample一个real的historyh, 和一个sentencex。 好,那你把h跟xsample出来以后, 你丢给你的but, 一个historyxpline, 然后你的but, 会回答x2。 你这个generator就是你的选but, 连一个generator, 它会回答h2。 接下来discriminator做的事情就是, 它要给h跟x, 就是真正人的对话的h跟xpair, 比较高分。 它要给machine产生出来的对话,h'跟xpair, 比较低的分数。 好,那这个是论discriminator的部分, 跟我们之前讲的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对不对? 就是正确的东西, discriminator给它高分, 错误的东西, discriminator给它低分。 好,那接下来呢, 下一步, 我们就是要trendgenerator。 那怎么trendgenerator呢? 在概念上,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有一个discriminator, 它的参数是固定的。 那我们希望, 调整这个generator, 也就是那个chambar, 我们就要调整它的参数, 使得它的输出, 当然这边其实这个h, 也要丢给这个discriminator, 然后这边画的不太精确。 我们把这个chambar的输入和输出, 丢给discriminator, 以后这个discriminator, 要给它比较好的分数。 给它比较好的分数。 好,那这个跟之前讲gam的时候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的。 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深入讨论 sequent generation的问题, 其实就可以停在这边, 就告诉你说, 反正就是调这个chambar的参数, 然后希望调这个chambar的参数, 使得discriminator的输出呢, 越打越好。 但是仔细想想看, 这整个process, 其实是有问题的。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我们的generator。 我们知道说, 现在产生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个rn的decoder, 来产生一个句子。 那在这个产生句子的过程中, 有一个sampling的process。 实际上rn在每一个times, 给我们的, 是一个probability的distribution。 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probability的distribution result sample, 才能够得到一个sentence。 然后我们把这个sample的结果呢, 啊, 这边我忘了改了, 这个encoder应该是discriminator, 应该是discriminator, 我忘了改了。 好,这个, 我们需要一个discriminator, 我们把这个generator的output, 丢给discriminator以后, discriminator决定说, 这个句子, 它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分数。 它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分数。 那我们知道说, 在确语来的gain的时候, 我们为了要让discriminator的output越大越好, 那我们做法就是用fair propagation的方法, 一路把aerror signal从discriminator的output 传给generator, generator调整它的参数, 让discriminator的output越大越好。 但今天在这个paste里面, 我们有办法这么做吗? 你自己想想看, 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bepropagation。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bepropagation呢? 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 在整个network里面有一个sampling的process, 有这个sampling的process, 你就没有办法微分, 你就没有办法做bepropagation。 为什么有sampling的process没有办法微分呢? 可以很直观地想说, 什么叫做微分? 就是你今天挑一个参数, 你要计算, 这个参数如果有小小的变化, 内容里面有一个参数如果有小小的变化, 那输出会有多大的变化? 你把这两个变化相处, 你就得到微分。 但今天假如你的network里面有一个sampling的机制, 当你把你的network做一下分数的修改的时候, 它的output根本就不会有对应的变化, 对不对? 你今天假如把你的sequent-to-sequent model稍微参数修改一下, 当然它output这个distribution, output这个distribution就变了。 那output的distribution有所改变, 你在做sample的时候也许你还是sample到一样的东西啊, 那这样这个参数的变化, 对你的输出的微分不就变成0。 那有时候你的参数根本没有变, 但是因为sample关系, 你的output却变了。 这个是sample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总之如果你今天在, 本来我们今天在train这个game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把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接起来当做一个大的内容, 然后去调generator参数去maximize discriminator的output, 但是实际上, 但是实际上在今天, 当我们把sequent-to-sequent的model当做一个generator, 跟disciplinator串起来的时候, 因为中间有一个sample的process, 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微分的方式去调generator, 整条sequent-to-sequentmodel参数去maximize discriminator的output。 那怎么办? 那有一个最简单的做法是, 就把这个sample的process直接拿掉。 我们不要给discriminator看sample的结果, 而是直接把sequent-to-sequentmodeloutput的distribution丢给generator。 我们让generator看这个sequent-to-sequentmodeloutput的distribution, 而不是看sample后的结果。 你确实可以这么做, 但这么做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这么做, 在实桌上, 你会发现说, 因为对discriminator来说, 正确的答案就是句子, 对不对? 是一个word sequence, 每一个word都是one part encoding来表示它的。 而generator的结果, 它是distribution, 它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对discriminator来说, 它一眼就可以看出说, 这generator generate出来的东西, 跟正确的东西, 它们就是不一样。 所以discriminator非常快, 又会学到说, 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generate出来的? 我确实它是不是一个distribution, 如果它是一个distribution, 它就是generate出来的。 如果它是one part encoding, 就只有某一维子, 其他都是零, 那它就是real。 所以这个discriminator就不会学到说, 怎么样叫做好的句子, 它不在意这个词, 因为不需要做这么复杂, 看是不是一个distribution就够了。 因为generator是说, 它看input是不是一个distribution, 来决定说, 是不是一个好的句子, 是不是一个real的output, 是不是一个real的example。 那generator很快就会学到说, 那我希望我先产生出来的结果, 跟one part encoding越接近越好。 你发现说, 本来generator的office是一个distribution, 它很快的随便选一个word, 最后错都没有关系, 把那个word的几率呢, 调得越大越好, 好像暴涨, 假设它是错的, 好像暴涨, 然后其他word的几率都迅速压低, 但是它产生出来的office是不make sense的, 但没有关系版Discriminator也不在意, 没没有make sense, 它只在意说, 你现在all看起来像是一个one part better, 所以你最后学起来就会很难把它学好, 因为最后generator学到的就只有说, office distribution要越尖锐越好,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怎么办? 在文件上有好几个不同的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focus在sequence gain这个解法上, sequence gain这个解法呢, 跟reinforcement learning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我们前面特别讲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来接这个sequence gain这个技术。 那其他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Gumbell Zone Max, 还有Ready gain,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细讲。 那Gumbell Zone Max的部分, 我们可以很快的跟大家提示一下, 那这边就是从网络上接下来的, 图浪。 那Gumbell Zone Max是怎么做的呢? 本来我们的network是, 一般的network是像network A这个样子, 也有个input set, 然后呢, 它的output是x of set, 然后再把s丢到f里面得到f of x, 才可以一路做backplication。 那如果今天在你的network里面, 有一个sampling的process, 那就知道了, 你本来有一个input set, 然后这个set会给你一个p set的z, 给你一个distribution。 举例来说, 你今天input set以后, 它给你一个gaussian的min跟variant, 然后叫你这个network做的事情, 是根据这个daussian的min跟variant, 做一个sample, 然后得到x。 这个x是sample后的结果, 把这个sample后的结果, 再丢到f of max, 得到输出。 那你就会发现说, 你在这个process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做backplication。 那Gumbell Zone Max的是, 它发明了一个方法, 可以把这个sampling的process, 把sampling process在内容中间, 就是做backplication的时候, 你做不过这个sampling的process。 但是如果是Cumbell Zone Max的话, 它把这个sampling的process, 赶到整个namwork的边缘去。 做B这个图, 跟C这个图, 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做的事情是同一件事, 只是不同的表示方法。 你有一个seta进来, 得到一个几率, 然后再加上G, G是一个sample的process, 再加上这个sample的process, 你会得到一个sample的结果, 然后得到你的output。 在做backplication的时候, 你就不要管这个G,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送进来。 那其实在Train VAE的时候, 也要用到这个技术。 而这个地方呢, Cumple Zone Max的部分, 其实大家就自己看一下文献, 我们就无细讲。 那今天要细讲的部分呢, 是Sequence Gant。 好,那Sequence Gant呢, 其实就是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来认这个generator。 我们刚才说, 我们有一个discliminator, 我们希望调整这个generator的参数, 那discliminator output的值呢, 越大越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discliminator啊, 想成就是human。 记得吗? 就是我们刚才在讲, 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说generator output一个结果, 那我们会把它 output的结果丢给human, 然后human, 突出一个reward, 突出一个分数来。 代表说, 现在Sequence Gant的offer是好还是不好。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discliminator, 这个discliminator也会突出一个分数, 你就把那个discliminator想成是一个人, 只是他不是真正人, 他是个机器人, 他是个机器人。 现在你的chair bar output一个response, 那这个discliminator去看这个response, 他到底根据这个response, 应该给多少分数。 那chair bar要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这个discliminator output的分数, 越大越好。 所以这个discliminator, 其实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的human, 而discriminator output的这个值, 就是reward。 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说, 我们要怎么调这个sequence to secret model参数, 去maximize reward。 所以今天我们要调那个sequence to secret model参数, 去maximize discriminator的output, 不是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吗?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只有, 我们本来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human的reward的话, 我们的gradient的市值呢, 长成是这个样子。 我们会把reward, 我们会把这个low probability的gradient, weighted by reward。 现在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我们说本来human的reward, 被discliminator的分数所取代。 所以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改变是, 只有把人的rewardr, 换成discriminator的output,d, 就结束了。 而discriminator就是吃一个h跟一个x, 然后给他的分数d of h,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对,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原来的rewardr, 换掉,换成d, 就结束了,就结束了。 而其他training的方法, 就跟reinforcement learning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实际上你要用gain的方法来train 一个secret to secret model的话, 你是怎么做的。 好,那你现在有一个setrt, 那这个setrt本来是要去跟人做互动, 收集到很多资料, 然后会给每一笔资料一个分数, 会给每一笔sample一个分数。 那现在这个setrt呢, 它不是跟人去做互动, 而是跟discliminator去做互动。 它一样呢, 收集到很多example, h1,x1, 到hn,xn。 那discliminator会给每一个example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不是人给的, 不是reward给的, 而是discliminator的分数, d of h1,x1, 到d of hn,xn。 好,接下来, 有了这些sample到的data以后, 你要update你的sequent to sequent model的参数, 你要update你的参数sata。 怎么update你的参数sata呢? 唯一跟刚才reflosal learning不同的地方, 只有我们把r那个function, 换成discliminator的分数, d这个function。 我们本来会把low probability, weighted by reward, reward如果是正的, 我们就希望那笔example之后出现的几率越大越好, reward是负的, 那笔example出现的几率越小越好。 那现在变成说, 如果discliminator给这一笔example的评价是正的, 我们就希望它的词越大越好。 如果是负的, 我们就希望它的词越小越好。 那跟刚才讲reflosal learning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刚才说在讲reflosal learning的时候, 在实作上你很难有人一直去给machine feedback, 所以通常就是自己定好一些规则, 然后根据这些规则给你sample到的example评价。 但那些规则你通常没有办法定, 甚至非常复杂的规则。 但是当你引入discliminator的时候, 现在你是用discliminator来给予评价, 而discliminator它本身是一个network, 所以它可以给予非常复杂的评价, 它不再是简单的规则, 它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给予比较复杂的评价。 当然我们也需要去训练这个discliminator, 怎么训练这个discliminator呢? 我们说在训练这个discliminator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给它real的data跟generateddata, real的data就给它高分,generateddata, 就给它一份。 那real的data很容易收集, 你就去收集很多人的对话, 当作real data, 你就可以给discliminator看。 那fake的data呢? 你就把你cham好的这个chambar拿来, 让它generate一堆data, 告诉discliminator说这些是fake的, 那就可以学一个discliminator。 那你学了discliminator以后, 那discliminator变了, 这边给评价的方式就变了。 所以你要回过头来, 再重新去训练你的generator。 所以这整个process呢, 本来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你只有上半步, 你只有上半步, 就是sample data, update参数, 再sample data, 再update参数。 但是在用gain的方法, trend的时候, 它更麻烦。 这一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process, 是包在一个更大的iteration里面。 在这个大的iteration里面, 我们会把generator trend好, 然后去treaddiscriminator, 然后把discriminator trend好, 然后再treadgenerator。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gain的process就这样。 但是每次在tread这个generator的时候, 它又都是一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process。 每次你要tread这个generator的时候, 你要在执行一次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process, 把这个generator trend出来。 把这个generator trend出来, 你再treaddiscriminator。 游戏的discriminator, 你再跑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process, 去把generator找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它就是大的iteration里面, 又有小的iteration。 好, 这个是文献上的一些结果。 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设计也好了。 那这边是我闲适的同学, 试着做了一下sequence gap。 这个是他得到的结果。 那光看model的输出, 其实有点难说到底有没有进步。 然后这边就随便输入一些东西, 要输出什么就是什么, 也不特别挑好的就是了。 有没有跟他说, I love you。 那如果是一般的, 用maximum likelihood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的话, 这边就是用不同covert trend的, 回答都是I love you。 如果你今天用这个sequence gap的话, 它的回答是I love you too, 因为你知道到底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 比如说Do you like machine learning? 原本maximum likelihood的方法会回答I'm sorry, 或是of course这样。 一般的maximum likelihood他非常容易回答I'm sorry。 我不知道在这边回答I'm sorry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不喜欢machine learning的意思。 但是sequence gap的回答是I'm not going to see you, 就一直问他喜不喜欢machine learning, 他这餐也不要见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也说I thought I have met you before, 那maximum likelihood的方法会回答I'm sorry, 非常的抱歉。 那sequence gap回答you're not going to be a good man, 这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如果是let's go to the party, maximum likelihood又回答I'm sorry, 就不想去的意思。 然后sequence gap回答是let's go, 他是想去的。 而如果说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president, 那个maximum likelihood又再回答I'm sorry, 然后sequence gap就回答I'm not sure。 然后我们又请这个人来做human evaluation, 那最高分是100分, 最低分是0分。 那看起来sequence gap呢还是有比较好一些的。 大家都不知道说你在train这些model的时候, 真正重要的就是那些tip, 那其实一般人是不想知道那些tip的。 他们都只想就是, 反正这个就是AI, 它就是很潮, 它就是会取代人类这样子。 其实重要的反而是这些微不足道的tip, 那确实很少有人去讲这些tip。 好,我们来讲我们还是, 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来讲一下说, 今天在这整个forces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难点, 有什么样的难点。 好,举例来说, 假设现在呢, 你输入了what is your name, 那现在machine的输出呢, 是I don't know。 这当然是一个不好的回答, 那假设你觉得这isqluminator够厉害的话, 它还告诉你说, 这样子的pair, 这样子的h跟s的pair, 我们应该给它低分。 好,那既然它得到第一分, 那machine会做的事情, 就是要minimize这个h跟xpair, 它们的likelihood。 它会希望pcdlnxgmh, 它的分数呢, 越低越好,它的几率呢, 越低越好。 那我们知道说,pcdlnxgmh这个几率, 它是, 假设现在只有三个work, 只有三个,s1,s2,s3, 这个s呢,只有三个work, 那它是三项的, 呃,相乘, 或是三项的log的相加, 所以logpcdlnxgmh, 到x2。 那我们现在说, 我们要把这一项几率, 让它变小。 那实际上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让这三项的几率, 通通变小, 对不对? 那这三项的几率, 并没有, 我们并不会特别refer, 说哪一项应该变小比较多, 因为三项几率就是直接把它log相加起来, 所以把三项的几率变小, 都是一样好的。 机器认识的时候, model并不会特别refer, 要把哪一项的几率变得特别小。 但是有人发现说, 今天你输入what is your name? 虽然机器回答I don't know是一个错的结果, 但是把i当做整个sequence的第一个word, 并不能够算是一个错误的结果。 所以, 今天机器把givenhi output, givenhi outputi这个word几率压低, 说你今天如果输入what is your name? 你不可以用i做pipo, 这样反而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你就会变他说, 回答Anjone几率也是低的, 回答Michael几率也是低的。 在理想上, 我们希望说, 假设今天我们去sample到够多的data, 所以今天在rl process里sample的data是够多的, 所以除了sample到what is your name? x回答是I don't know以外, 也sample到what is your name? 回答是I don't, 而这个h跟x的pair它是正的, 所以我们会想要把它的几率提升, 我们会想要把它里面的每一个component几率提升。 所以我们有了这一笔sample data以后, 这笔sample data告诉我们说, 看到input h, 看到what is your name? 你把I当作第一个word, 是好的, 是应该把它分数增加的。 这笔example告诉我们说分数下降, 这笔example告诉我们说分数上升, 然后我们就可以抵消, 我们就其实不会把I放在巨手这件事情的几率压低。 对不对, 因为把I放在巨手, 它是一个中性的事情, 它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句子, 也可以得到一个坏的句子。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希望我们去在学的时候, 只是因为sample到某一个坏的句子, 就把I放在巨手的几率压低。 如果今天sample到的data够多, 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I放在巨手这件事可好可坏, 所以它会被削掉, 它不会几率变快, 它不会几率变低。 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说, 在实作上, 你每次能够sample到data都是有限的, 所以你很有可能就只sample到I don't know, 每次sample到I don't know, 那我们现在学的时候, 就只知道说I放在巨手是差的, 之后你的学习的process就会变得很奇怪。 所以我们希望说, 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学到, 给每一个component不同的分数。 你能不能够知道说, givenhi, 第一个word是I的时候, 也许它是可以, 可能认为它是好的, 或至少不应该把它的分数加强。 你只要压低, givenI产生动的几率, 跟givenI don't产生no的几率就好。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要改写一下, 刚才gradient的那个formulation。 本来那gradient的formulation, 是把low的probability, 乘上discriminator的分数。 那这个discriminator的分数, 是一个sentence level的分数。 所以一个sentence里面的每一个component, 它的分数都是一样。 那我们希望现在可以给sentence里面的每一个component, 通通都给它不同的分数。 本来这边呢, 这个是submission over所有的trainingdataN, 现在变成不止submission over所有的trainingdataN, 也是submission over所有的kindset。 我们知道说lobpset, xi evenhi这一项, 就是submission overt1到t, lobpset,xt evenh, x1到t-1,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每一项, 我们都给它一个新的分数, 这个分数叫做q。 这个分数跟d是不一样的, 这个q照evaluate说, 如果今天输入是h, 输出是x1到t, 就还没有讲完, 可能只讲i, 可能只讲i, 当我们只讲到句子的一部分的时候, 当我们只输出产生一部分的时候, 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好。 所以今天假设i其实是好的, 或至少是不差的, 那我们就不要让它的分数下降, 我们只压低i后面接don的几率, i don后面接no的几率。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 我们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monte carlo的方法, 那你讲a va go里面也有这个方法, 这年头只要跟a va go 成商关系, 就是草, 就是人工智慧。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是叫做discriminator, 就是去evaluate partial sequence。 我们现在看这个monte carlo search的方法。 而monte carlo search的方法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 我们要怎么去衡量given一个hi, 只产生i这个wale的时候, 它到底有多好呢? 这个sentence还没有产生完, 只产生部分的时候, 它到底有多好呢? 这边用的方法就是你需要一个roll out的generator, 去说现在如果产生爱以后, 接下来会产生什么wale? 去sample很多次, 用你的generator去产生很多你爱开头的, 但后面接不同wale的细分。 举例来说, 用爱开头可以是I'm Joe, 可以是I'm happy, 可以是I don't know, 可以是I'm superman, 然后再用你原来的discriminator, 你的discriminator只能够evaluate一整个, 你认出来这个discriminator, 他只能够evaluate完整的s, 他只能够evaluate完整的response, 你给他这种partial的response, 他就可以说是错的, 因为他不知道说完整的response, 他在学的时候, 他只有学过说完整的response是好的, 如果你给他这种partial的response, 他就会告诉你说是错, 所以我们要怎么evaluate一个partial的response, 是不是好的呢? 我们把这个partial的response做roll out, 把它后面可以接的这种可能sample出一把, 比如说I后面可以接enjoy, I后面可以接enhappy, I后面可以接don't know, I后面可以接ensuperman, 那每一个完整的结果, 你都可以去做evaluate, 举例来说,sa就给他一分, 因为他回答andjoke是对的, 回答andapy是不对的, 给他0.1分, 回答I don't know给他0.1分, 回答andsuperman, 那就还可以, 其实s对的就给他0.8分, 再把各个sample的结果, 把这些sample到的结果, 统统都平均起来, 得到的分数, 那这个就是这个partial sequence 会得到的分数, 那当然这个mortical search的方法,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需要做额外的sample, 你每次sample到一个I的时候, 你要去把它做rollout, 把后面的结果都sample出来, 假设这边你只要sample5个就好了, 那你的预算量也是原来的model的5倍, 所以这个方法呢, 它的坏处就是它会需要增加额外的预算量。 另外一个方法呢, 是去改我们的discombinator, 你发现在刚才的mortical search方法里面, discriminator是, training process是不动的, 那我们可以去更动discriminator training process, 我们要教discriminator怎么去evaluate 一个partial的sequence, 那怎么教discriminator怎么去evaluate partial的sequence呢? 本来的discriminator论法是告诉他说, input wise your name跟unjohn是对的, 给他高分, input wise your name回到I don't know是错的, 给他理分, 但是我们要训练一个新的discombinator, 这个新的discombinator在学的时候, 我们告诉他说, input wise your name回到unjohn是高分, input wise your name回到i am也是高分, 你只是还没有讲完而已, 那如果input wise your name回到i也是高分, 那如果input wise your name回到i don't know是低分, input wise your name回到i don't是低分, input wise your name回到i也是低分, 那i有时候是高分, 那他们就可以抵消掉, 他可能就不是特别高分, 不是特别低分, 那你就可以认另外一个discombinator, 这个discombinator输出呢, 就是我们刚才要找的那个function q, 它可以evaluate partial的sequence。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叫做rept gain, 那我们就把文献列在这边给大家参考, 那刚才技术不是只能够用在sharebar上, 它可以用在各种不同communication, 我就在这边列一些reference呢, 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在这边就休息五分钟就好, 那等一下马上就回来。 刚才讲的呢, 刚才讲的呢, 都是supervised的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那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作业二人有做过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unsupervised的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好,这边我第一个要举的例子呢, 是用unsupervised 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的技术呢, 来做summerization。 那summerization我想这个task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就不需要跟大家做太多的解释, 反正就是给我们训呢, 看一篇文章, 可能是上课的录音, 可能是新闻, 然后我们训用自己的话, 写出一个简短的塞要。 好,那要怎么训练这种做塞要的model呢? 那你就需要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 那你的输入, 假设你输入是语音的话, 你可以先做语音辨识把它转成文字, 那如果输入是文字, 那如果你的文章是文字的, 那你直接把word sequence丢到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里面, 那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用encoder呢, 去理解这个文章以后呢, 把encoder的输出丢给decoder。 那今天一般的这种做summitization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的training必须要是supervised, 你必须要告诉他们训练, 看到这篇document, 你要输出什么样的summary。 那你收集的内容要够多, 你才能够得到合理的结果。 举例来说, 你通常要百万篇以上的文章, 跟它对应的summary, 你才能够train这种sequence to sequence的summization的model。 那要收集上百万篇的training data,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在某些test你可以做到, 在很多test也不能够做到。 举例来说, 在新闻里面, 我们通常可以把新闻的title, 直接就当成是summary。 那每一篇新闻反正就有title, 你要收集上百万篇新闻也不是问题, 那就可以用大量的data, 来train the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那在其他的application, 比如说你想要再要上课的录音, 或者是你要再要NBA, 或者这样就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有unsupervised 的attracted的summization。 怎么样做到unsupervised的summization呢? 那这边构想是, 我们先订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input是一篇文章, 它的output就是短的句子。 那希望它的output呢, 可以被当作summary的结果来使用。 然后在认另外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这第二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是吃短的句子输出原来的文章。 那今天在training的时候, 我们希望认这个概念就跟 minimize输入跟输出的objective, 这个reconstruction的error。 你需要输入跟输出越接近越好。 那如果今天中间的这个短文, 它可以recontract原来的长文, 那代表它包含了原来的长文章, 里面多数需要的咨询。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短的句子, 当作是摘要来看。 那在training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autoencoder, 输入长的文章, 输出也是一模一样长的文章。 那它不是一般的autoencoder, 一般的autoencoder, 还是这个coder是个vector, 再把这个vector变回原来的sequence。 那这边它是sequence to sequence to sequence automatic coding, 它就是把一个长的sequence 变成一个短的sequence, 再把短的sequence 变回长的sequence, 所以它是sequence to sequence to sequence automatic coding。 那在training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就是有那个sample的process, 所以有sample的process, 今天这两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合起来是不能为分的。 不过没关系, 反正你就用, 就刚才讲的那个reforce learning 的方法, 硬train就对了, 硬train, 你就把recontraction arrow 当作loss, 然后train, 用reforce learning的方法, 硬train下去就结束了。 但是这样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假设今天长的输入是台湾大学, 那machine可能就会想要把它缩写, 但是machine可能就, 所以machine不一定会把它缩写成台单, 把它缩写成弯学, 反正只要第二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可以把弯学再解回台湾大学就可以了。 但是人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会非常的害怕, 他就会非常困惑, 他就不知道machine在讲什么, 他就觉得说machine发明了新的语言, 是密谋要统治人类。 大家都记得facebook不是之前就release说什么, 他machine发明了新的语言, 密谋要统治人类。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这么荒谬真的有人相信吗? 还真有人相信这样。 我跟很多人透过, 很多人是真的相信的,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担心。 不过没有关心,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加一个discriminator, 这个discriminator的工作就是, 他给他一个句子, 给他一个word sequence, 他判断说这个word sequence, 是人写的word sequence, 还是机器产生的word sequence。 这个discriminator, 他并不需要真的看过summary, 只是给他大量人写的句子, 告诉他说人写的句子长什么样子。 之后他就可以去判断说一个句子, 是不是人写出来的句子。 然后在training的时候, discriminator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要想办法让, 这个选了第一个sequence-to-sequence model,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个discriminator, 觉得他产生的这个句子, 是人写出来的。 所以在这整个model里面, 要minimize的事情, 对这个第一号sequence-to-sequence model来说, 他一方面要让输入的长文, 跟输出的长文, 他们越接近越好。 同时他又希望说, 中间的这个短文, 他产生出来的这个短文呢, 是discriminator觉得是人写的句子。 那可能discriminator发现说, 哦,弯学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也许缩写成什么大事, 要合理的。 那第一个sequence-to-sequence model, 就会知道说, 台湾大学应该要缩写成台大。 这边就是一些例子, 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看一些 某讯真正可以做出来的例子。 举例来说, 你输入的文章是, 澳大利亚今天以13国家签署了反兴奋剂双边协议。 那人写的摘要是, 澳大利亚以13国签署反兴奋剂协议。 机器写的摘要是, 澳大利亚加强体力竞赛之外的料理检查。 其实这是一个蛮 typical的例子, 大部分机器产生的奥布都是可以做到这个等级。 但是你自己仔细想一下, 其实在onsupervised case 情况下, 机器它产生奥布的时候, 其实是颇为保守。 你会发现出它output的这些句子, 这些词汇通常就是原来input document里面有的词汇。 举例来说, 澳大利亚出现在这个地方, 加强体力竞赛之外的药品检查出现在这个地方, 加强体力竞赛之外的药品检查。 所以机器通常做的事情, 就是从原来的文章里面选一些词汇出来, 然后把一些他觉得可能比较不重要的东西, 只有词醉字把它删掉, 然后组成新的句子。 这个是一个比较 typical的结果, 现在有一个找到一个比较强的, 输入是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今天接到 1992年冬季奥运会邀请函。 人写的摘要是1992年冬季奥运会也妖默参加。 那今天机器产生的奥布是奥委会接获冬季奥运会邀请函。 所以机器自己学到说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缩写就是奥委会。 那可能在training data里面有很多X委会X委会, 所以他就学到说什么什么什么委员会就可以缩写成什么委会。 他就自己学到这个东西。 当然他有一些失败的例子, 举例来说这个是印度尼夏苏门达那岛发生蚝雨。 人写的句子是灾药是印尼水灾造成六十人死亡。 机器写的是印尼门的洪水泛滥导致塌雨。 你不知道不管塌雨是什么,印尼门是什么呢? 印尼门就是印度尼西亚书门的缩写。 机器觉得说印度尼西亚书门的缩写就是印尼门。 可是training data里面有很多罗生门、通俄门之类的, 才就觉得说印度尼西亚书门应该缩写成印尼门。 当然也有少部分是整个就烂掉了。 原来说这个是安徽省合肥市最近为领导干部下期程做了新规定一律轻车重点。 那机器产生的奥布就是合肥领导干部下期程作稿迎来送往规定一律减。 什么都称吗? 一律轻轻重点就缩写成一律减。 其实也有人用类似的技术来做video的summerization。 这里就把reference列给大家参考。 那还有用类似的技术呢,细节我们就不讲了。 有人做unsupervised translation。 我们过去做translation当然都会用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然后就收集,比如说你要中翻译,收集一大堆的中文。 每一个中文你都找人去写了它英文的翻译, 收集百万句以后都要给机器去train。 但是现在可以做unsupervised translation。 你只要一堆中文,一堆英文, 然后它们不需要是pair的, 你就是网络上爬一堆英文的句子, 爬一堆中文的句子, 两堆不需要pair。 然后用gain的技术呢, 就可以硬圈一个translation, 就可以硬圈一个translator。 我就把reference留在这边, 大家再给大家参考。 那技术的部分呢, 我们就不细讲。 我唯一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它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performance呢? 这个是文件上可以做到的成果。 横线是unsupervised translation可以做到的结果。 纵轴是blue scope, 跟blue scope来衡两支越大越好, 大家都在知道blue scope是什么了。 那这个曲线是supervised方法的performance。 横轴是使用的training data的量。 那unsupervised的方法, 它用的training data量是十的七次方的句子, 不过是unpair,是没有pair的。 ok? 因为是没有pair, 所以其实你要用多少data都可以啦。 今天在unsupervised的情况下, 可能data比不是太大的effort。 如果是supervised的情况下, 可能data就会是一个effort。 那在supervised的情况下, 当你的data从十的四次方个pair的句子, 一直进步到十的七次方个pair的句子的时候, 你的training data, 你的performance当然是越来越好的。 但你会发现说, 你用unsupervised的方法performance 是可以逼近十的五次方底training data的performance。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要跟unsupervised的方法的performance移底, 你要收集十的五次方, 也就是一万个pair的句子, 才能够跟unsupervised的performance一样好。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文字上的textstyle的transfer。 我们在座位里面有要求大家做indigure styletransfer。 indigure styletransfer, 文件满坑满谷, 随便Google就是一大, 所以应该是很新的做出来。 我们这边讲文字的styletransfer。 这边要举的例子, 是用personalized的chapbar做的例子。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未来的chapbar是有个性的。 举例来说, 假设你想要做一个虚拟余用, 那你会希望你也没有是有个性的。 比如说他是傲娇的个性, 或者是他是病娇的个性等等。 所以你会希望你的part是personalized的。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事情, 当然要做出什么傲娇的属性的part, 这个还太过困难。 但现在至少可以做到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chapbar, 他的回答都是正面的。 你可以想像同样的技术, 你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希望chapbar的回答都是傲娇的等等。 那我们现在, 什么叫做chapbar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呢? 比如说你问他说, How was your day today? 那chapbar其实可以回答各式各样不同的回答。 比如说他可以说, 他今天过得很糟。 但是我们希望他是一个乐观开朗的chapbar。 如果你问他说今天过得怎么样的话, 他就要回答说我过得很好。 好, 那这个怎么做呢? 这边有两个不同的体系的方法。 那一个方法是, 我们有一个sequence-to-sequence model, 我们直接去改sequence-to-sequence model的参数。 希望这个sequence-to-sequence model它的output永远都是正面的句子。 那另外一个系列的方法是, 我们不要去动那个sequence-to-sequence model, 好不好那sequence-to-sequence model都不是你的, 就是off the shell的网络上载下来, 动不了它的参数。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transformation的metric, 我们另外一个transformation的network, 这个network做的事情是, 不管这个chapbar回答的output是什么, 我们一律把它转成正向的。 这个chapbar我们就不要动它了, 可能是别人的, 我们动不了它。 但是不管它说什么, 就总统把它转成正面的句子。 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 这个persona-based的方法。 那persona-based的方法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有了, 好像15年还16年就有了。 而这个persona-based的方法, 它也是要去改这个sequence-to-sequence model的参数。 希望sequence-to-sequence model的output总是正面的。 那怎么做呢? 这个persona-based的方法是说, 假设我们training data里面有一个data的peer是告诉我们去说, 看到How is today? 你就要回答, Today is awesome。 然后念一个sentiment的classifier, 那这个sentiment的classifier呢, 它会吃你的这个response的结果, 你就先把这个response的结果丢给sentiment的classifier。 那它判断说现在要继续output的那个response, 是正向还是负向。 那这个sentiment的classifier, 如果它是低过句子越正面, 它output的指数就越接近1。 那这个sentimentclassifier你可以去另外把它称好, 反正你很容易可以收集到大量的data, 然后有人去label说哪些句子是正面, 哪些句子是负面。 然后拿这些大量data, 你就可以训练好一个现成的sentimentclassifier。 如果你有修另外一个nl的话, 我们有机会用作业就是训练一个sentimentclassifier。 假设你把那个作业的结果呢, 拿来这边用一下就是了。 好,今天你的这个sequent to sequent model, 它在产生output的时候, 它会不只是看现在input的句子, 它还会看这个sentimentclassifier的output, 一起去产生最后的response。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output是today is awesome, 它就会看到这个0.9以后, 它就输入这个0.9以后输出today is awesome。 如果今天的输出是today is bad, 你就input0.1以后让它输出today is bad。 所以machine就会学到说, 如果输入的数字是大的, 是靠近1的就输出正向的句子, 靠近0的就输出负向的句子。 实际上呢,你在做testing的时候, 你要怎么让它变成一个乐观的bug呢? 如果你都输入, 比如说它input是I love you, 如果你把这个黑色的数字设一个接近1的值, 它的回答就会变成是正面的, 就变成I love you too。 若会输入接近0.0, 它就输出I'm not ready to start a relationship, 它没有办法跟你开几个关系, 但那边自己是可以的。 你今天就是只要在这个缺把输出out response的时候, 你永远把这个黑色的数字设成I, 你就会得到一个乐观的bug, 但如果设成0, 它就会变成一个悲观的bug。 另外一个方法是用reinforced learning的技术。 怎么用reinforced learning的技术呢? 用reinforced learning的技术, 我们就需要给machine的response一个分数。 所以我们就把现在machine的response丢给sentiment的classifier, 那sentiment的classifier会给它一个分数, 说现在这个句子有多正向。 那machine就要把这个sentimentclassifier的alpha当作reinforced, 它希望它产生的句子, sentimentclassifier觉得它越正面越好。 那用的方法跟我们今天在这份头影片一开始用reinforced learning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只是现在evaluate不是人来看, 是拿sentiment的classifier来看。 其他的技术,细节量怎么动, 其他用的技术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呢, network就会去调整它的, seq to seq的model就会调整它的参数。 它希望呢, 它产生出来的句子, 可以让sentimentclassifier的output的值越大越好。 也就是seq to seq的model可以得到的reward越大越好。 好,现在已经讲了两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是trance一个transformation的network, 把input,不管input是什么样的句子, 通通改成正向的句子。 那这个技术呢,叫做pile and play, 在底下上已经有很多实作的成果也做得非常成功。 那其实这个方法跟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智能的photoshop是非常像的。 我们刚才不是讲的智能photoshop吗? 这个pile and play的方法, 其实就是智能的photoshop用的方法。 好,怎么做呢? 你先train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 你可以把一个sentence变成一个code, 你可以把一个code变成sentence。 接下来,当你的train bar有一个response的时候, 把这个response丢到encoder里面, 让它变成一个code。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个code做一些修改, 把原来的code变成新的code。 然后再把新的code丢到encoder里面, 产生新的response。 然后我们希望, 这个新的response丢到send of the classify里面, 它最后的open越正面越好。 那我们刚才在讲那个智能photoshop的时候, 我们说有好几个contrains。 一个是, 你现在希望你新的图片符合使用者给你的限制。 另外一方面, 希望新的图片不要和旧的图片差太多。 那这边用的技术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希望把旧的code变成新的code。 这个新的code它满足两个条件。 一个是, 把新的code变成句子, 以后这个句子send of the classify, 觉得它是正向。 另一方面, 这个新的code跟原来的code就不要差太多。 然后第四个方法, 就是train一个cycle game。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讲了cycle game。 你只要有两堆neta, 比如说真实的图片和泛图的图, 你就没办法互转。 那同样的技术你可以用在各种不同的application上, 不是只有影像可以用, 语音也可以用。 你有一堆男生的声音, 有一堆女生的声音, 用cycle game就可以男转女转。 你有一堆正面的句子, 有一堆负面的句子, 用cycle game就正向转负向, 负向转正向。 举例来说, 这个是真的machine训练出来的结果, 把负向的句子都转成正面的句子。 你刚才说I miss you, 他就说I love you, 你刚才说I don't love you, 他就变成I love you, 你说I can not do that, 他就变成I can do that, 你说It's a bad day, 他就变成It's a good day, 这还是很强的, 说Sorry for you is such a horrible thing, 他就变成Thanks for doing a great thing. 当然他其实也会犯错, 比如说我发现他没有学到seek的相反, 就是Healthy, 他就说My dog is six, 他就说My dog is my dog,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个东西其实还蛮有用的, 比如说你觉得你的老板讲话很鸡的话, 你就会在你耳机里面装个这个系统, 他责骂你的话, 通常变成赞美你的话, 你的日子就会过得很开心。 这边是比较一些不同的方法, 我可以很快地讲过去。 这边比较了不同的技术, 这边比较的方法是用人去衡量。 人会给他五个等级的分数, 从最差到最好, 然后把这个分数normalize成0到1之间, 所以0代表最差, 1代表最好。 然后我们这边从三个不同的列项来evaluate 变为一个chap bar。 那这三个不同的面向, 第一个是coherent, 那就是说希望今天chap bar的回复, 是真的有回复原来的输入。 你并不希望说今天不管输入什么, chap bar的offer都是今天很好, 今天很好,今天很好,今天很好。 根本就没有回答到使用者输入的问题。 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希望chap bar的输出也是要回复使用者的输入。 第二个是今天chap bar的offer有没有正向, 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来要做的事嘛。 那最后就是, 我们希望chap bar的输出的句子还是有很多文法。 我们不希望它只是输出于大概很正面的词汇, 比如来自你不管说什么, 它的输出都是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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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希望它的输出也是一个符合文法的句子。 那我们先看原来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如果你看原来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的话, 它的coherence是很高的,至少比其他方法都要高的。 那如果你看sentiment的话, 它本来就不是特别正向, 它就输入一般的句子嘛, 所以不是特别正向。 如果你看文法的话, 最高分是一分, 它的文法是0.999分。 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和offer的文法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今天如果你训练的data超过百万句以上的话, 基本上我们训练不太会犯文法的错误。 所以基本上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和offer的sequence 文法基本上都会对。 好,接下来呢,就是用做一下test style transfer, 让缺乏都output正面的句子。 第一组方法是直接去改那个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让它的output的句子总是正面的。 那persona-based, 我们如果比较persona-based的方法跟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我们会发现说, 如果在sentiment的分数上, 这两个方法其实相差不大。 但是如果看coherence跟grammar的话,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是最强的。 它在这三个不同的评比上, 只有在sentiment的部分是跟persona-based的方法差不多。 我看一下文字虚数弄出来, 在这个地方是差不多, 但是在coherence跟grammar上面, 则是persona-based的方法会输掉。 那些persona-based的方法它有很大的问题。 你说我们今天在产生那个response的时候, 我们会输入一个数字吗? 如果是负面的句子, 输入就是0。 那你本来期待说, 我现在改成输入是1, 它就是正面的句子。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很多状况是你改成输入是1, 那正面的句子是什么? 你没有教过它啊, 它结果就烂掉了。 它就产生一个怪怪的东西, 烂掉了文法的东西。 那reinforcement learning比较不会这样。 reinforcement learning看起来是performing persona-based的方法要强的。 好, 剩下三个方法是直接去改那个cheba的offer。 cheba讲什么, 就把它改成正面。 那这边有一个tenformation network的方法没有讲, 我发财不太walk, 所以就没有讲。 那如果比较ply and play的方法跟cycle game的方法, 你会发现说cycle game的方法呢, 是远胜ply and play的方法。 举例来说我们看这个文法的部分, cycle game的方法文法比较不会坏掉。 ply and play的方法很容易, 你一动那个code, output的句子整个就坏掉了, 整个文法就不对了。 所以cycle game是在文法上相较于power and play是比较强的, 跟reinforcement learning差不多。 就reinforcement learning跟cycle game他们在文法合作最强。 如果比正向的程度的话呢, 因为cycle game这些方法他们都是直接改cheba的输出。 因为它的input已经被限制住了, 所以有时候它没有办法真的对句子做太大的更动。 所以它没有办法像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的output那么正面的句子。 那如果是就这个上下文的关系来看的话, cycle game其实是最强的。 它产生出来的output跟输入的句子是最能够回答输入的句子。 这边就是一些分数,我们看一些真实的例子。 具体来说,假如现在输入是i'm just less interested in the how to and more in what and why the fees will be built。 那cycle to see my mouth的回答就是it's not a good fee。 那使用者看了就会觉得他想法被否定了就被受了。 那如果是persona-based的方法跟i'o方法他们回答, i'm interested in this or it's a good one。 而如果是fly and play,他就说it's not a wrong fee。 而如果是cycle game就说it's a good fee。 一个是把good改成wrought,一个是把not直接拿掉。 都有把负面的句子转成正面的句子。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现在使用者输入是always learning and still improving. it's a huge turn on for me,so please me, I understand. 那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回答是i'm not sure if i can see you in a relationship. 使用者看到一边勃然大怒。 那prime play呢,他就烂掉这样的。 i can see you in a special,我不知道在做什么。 prime play很容易这样,改了一个code以后文法就坏了。 那cycle game呢? cycle game他会把not去掉, 变成I'm sure if i can see you in a relationship. 这个句子略为怪怪的。 那如果是persona based的方法是说,you are going to have a word with your mother, 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到人家妈妈,不知道要很奇怪。 如果是那个rl方法的话,他回答是i love you so much。 那人看了就会很高兴。 那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就下课。 。